我們文化部一直有一個原則就是 通常對於所有的台灣藝人去中國大陸 我是保持尊重 然後我在文化部立場 我只想把台灣的所有的文化產業做起來 讓大家可以在這邊生活 那對於創作來講 我覺得我自己是創作者 我覺得創作者還有一個成就感 就是對於自己所認同的價值 還有民主制度有所堅持 那是我自己的個人的一個看法 那我要提醒所有去中國大陸的議員 因為畢竟他們那邊是一個言論比較不自由的地方 還有制度跟台灣不同的 我們必須付出關心 希望他們不要 好像說去了之後 萬一在言論上或哪方面 也被利用了 或者發展的不太好 我只是關心因為我是文化部 我對於每一個創作者 藝人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保持很關心 只能做提醒 我反而覺得蠻難過 就是說他到底是發自內心 還是不得已等等 因為我在台灣不會 我們在台灣給任何一個藝人 創作者 我不會要你寫下一個 對於台灣多麼忠心 一定要 我完全不可能 我家門口有人插個五星期都可以 所以我很難想像 在一個不同的國度裡面 他們為什麼一定要講這些話 才能夠表演 這個平安印象我不懂 我對中國很陌生 是有一點 我們來做一些 我會覺得